把艾草放在锅里蒸一蒸,很多人没有见过,也没有做过,就俯老一辈的这种传统做法,消除了很多人的大烦恼,省钱又实用。 嗨,大家好,我是小苏,一圈三连求关注。 阳春三月,天气回温,这个时候的艾草最为鲜嫩,艾草全身都是宝,村里的老人都称它为长寿草或者是女人草,对女性朋友非常的友好。 它的营养非常丰富,也是寻常百姓家中的常客。 在好的艾叶中,加入一小勺小苏打,一小勺食盐,倒入清水,我们给它清洗一下。 小苏打是减轻物质,它的分解能力非常好,可以去除艾草中的虫碗和杂质。 食盐又可以沙毒涅菌,浸泡五分钟之后我们给它清洗干净。 大家看一下,现在的水已经特别的浑浊。 我们用清水给它多冲洗几次,直到水变得非常的清澈,像这样控水捞出备用。 接下来准备上两小块的生姜,撒上食盐,把生姜的表皮搓洗干净。 把姜皮和姜肉一起使用,正好可以综合一下。 清洗干净之后,我们先改刀切成薄片。 切成薄片,再改刀切成薄片。 清洗干净之后,我们加入适量的清水。 先取出一半的姜丝,平铺在锅底。 然后铺上清洗干净的艾草。 尽量给它铺均匀。 最后,我们把剩下的姜丝再停铺在艾草上面。 盖上盖子,水开之后蒸上两分钟。 时间到了之后即可关火。 用筷子搅拌一下,把艾叶晾凉。 蒸好的艾草,颜色非常的翠绿。 散发着艾草的清香味和生姜的辛辣味。 特别的好闻。 晾制不烫手之后,我们挤干里面的水分。 然后直接放入铁锅中。 开最小火,我们开始翻炒。 就像视频中这样。 不停地重复炒茶叶的动作。 这是炒了十分钟的效果。 水分也渐渐变干,但是颜色依然是青色。 大约半小时之后,里面的水分也已经全部蒸干。 用手轻轻一捏,就可以捏碎。 晾凉之后,直接放入到一个无水无油,干燥的密封容器中。 小时后,农村的奶奶每年都会给全家人做艾草姜丝茶。 纯天然,无添加。 自己吃着更放心。 放在闭光处,保存上一年都不会坏。 我们在喝的时候,取上这样一小勺。 加入一块老红糖,适量的枸杞。 再倒入滚烫的开水,激发出它的营养成分。 盖盖浸泡上5分钟。 这样泡好的艾草姜丝茶,特别的纯香好闻。 口感清新香甜。 经常喝,对我们的好处非常多。 尤其是对女性朋友。 喝上一段时间,你就会有惊喜的发现哦。 有知道妙用的朋友,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。 喜欢,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 我们下期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